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不要我先把重要内容翻译出来 好啊 这样有备物 现在就开始了 我还是在你这儿坐吧 安全一点 来这儿呢 昨天晚上博士爸李基道给灌拍了 怎么这么快就穿你耳朵了 我今儿一大早就去找小三子 是渔芳告诉我的 别说他们那帮人可开心了 老家伙被灌趴了 他们高兴什么劲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老家伙的醋坛子被打翻了 他本来想借着这个喝酒 调查博士跟这个欧阳小姐在二道岗的事儿 那没想到呢 博士如实地相告 老家伙差点没吐血呢还 老 博士还告诉他 他爱欧阳小姐 他要娶欧阳小姐 真是刀刀见血 扎在老家伙的心头上 这事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士无情 却又情了 什么呀 应该是啊 情多罪恨 花无语 愁破方之久有全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 行了 你们接着浪漫吧 博士找我呢 当时老家伙的脸是不是都绿了 什么绿了 差点了 你别过气呢 李基大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吗 有可能他是想害白先生 结果出了岔子 不是 他是 他是这么把白岩舟害死了 那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啊 喝酒喝死了麻烦不算大 李基道肯定算计过 谁能想机关算尽太子明 反悟了清清性命 那你告诉我 这李基道大胆不死的 不但不感谢白岩舟 反而还要害白岩舟 为什么 我也琢磨这个事 能不能是为了欧阳小姐啊 说点什么 还真是为了这个 这自古以来男人就为女人 就 有这么一句话嘛 对 就叫 一 一那个 通宽一怒为红颜 我知道 就是 就是 那个那那 吴三桂为陈原 陈原就 就是这个西班人有 对吧 对对对 您这是真有文化 对嘛 借骨论金谁不会啊 是不是 可是依李先生的精明 他不应该这么干呢 他怎么不会这么干 我告诉你啊 论喝酒 这个白眼周啊 可能还真不是李济道的个儿 对 可要论斗心眼 这老模蛋啊 还真的不见得能斗得过白眼周 那可不是 李济道这次吃了大亏啊 一肚子火没出伤 咱们可得注意点 咱们注意什么呀 咱们注意什么呀 我现在是龙圈的头号人物 对 您是头号人物 我不但不注意什么 我还要看看他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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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扫寸那老东西 走着 还有他的汉奸罪行 一项一项给我落实了 抓紧 走着 这两个人的日记 一个是在运送中嘎人而止 一个是在调查中快筹结论 共同点 是都遭遇了不测 这玩意我是看了一手啊 这个幕后主持者 要不然就是李济道 要不然就是孔先生 孔先生和贺鹏举 可有过不少的接触啊 是啊 这个贺鹏举跟李济道 那是亲戚关系啊 可是他们的往来 好像不是太多啊 可从日记上推断啊 贺鹏举更怀疑李济道 我的判断是 小赵他们三个人 跟贺鹏举 可能都是被李济道暗算的 日记本提供了这么一种推测 可 还不足以作为证据 要想得到足够的证据 那庞熙云小三子 缺一不可 对啊 你主供庞熙云 我来供小三子 不是 咱俩换换不行吗 后来云姐回来的时候 身后跟着白岩舟的那个跟班 小正 云姐进了县府以后 那小子也就自己走了 他在姓白那儿待了多久 待了不久 不到十分钟吧 安排人定紧点 叔 我有点儿不太明白 什么呀 这云姐不是咱自己家的人吗 自己家的人 咱们姓李 她姓庞 正庞图列的庞 正庞 什么意思啊 叔 正庞图列 就是乱正搞分裂的意思 你 看来我都判断没有错 这个大伙从来就没有去不上海 那他们去哪儿呢 为什么要编瞎话呢 难道连孔先生都瞒着 你看这回问题就来了吗 看来我们还得继续逼他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继续推的我还没想好 博士 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刚才那个煤矿的王乡黎找回来的 王乡黎就是咱们曾经找过的那个 对啊 就是他 他说啊 当时矿上的经理是个英国人 这个日军占领矿场以后呢 这个英国人就被送到集中营去了 所有人啊 都以为他死了 其实他呀 他活着 活着 活着 活得好好的呢 还跟他慌乱兴了 真的呀 他说啊 这个英国人很有可能见过这个卖卡车的人 那这个英国人现在在哪儿 在上海啊 说是马上回英国了 在上海啊 在上海 邓志 这样你 你马上跑进上海呢 把买卖卡车的细节了解清楚 好 林处成不是要去上海卖煤炭吗 但咱们让他顺便给 把这事办了就完了吗 我看算了吧 咱们也不能什么事都让他知道 这件事倒是可以让他知道 行呢 他不在我们的名单之上 况且 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寻找这批文物 白延舟怎么知道去上海的事啊 谁告诉他呢 知道 叔 那这小子要是再问我去上海的事 我怎么说呀 我这压根就没去过上海 再加上他 他他笑里藏刀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笑里藏刀不可怕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这回喝酒 是我临时想出的主意 现在看来 准备得不够 有点太仓促了 政治是什么呀 政治是利益加上情绪 心是不能乱的 心一乱 政治就乱了 这回 输就输在这波棋上 正是利益加上情绪 心是不能乱的 心一乱 政治就乱了 这回 输就输在这波棋上 不 让他们走 你要想点办法让他们快点走 让他赶快走 对 让他走 把他和白安州隔开 省得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 轻轻握握的 等我把这边的局面收拾好了 再把他接回来 欧阳现在有点忘乎所以了 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以为理所当然呢 说好 于先生来了 李先生 于先生 请 好 大伙 起茶 是 请 李先生要造房子 是的 我要把这县政府彻底地改造一下 请你来做设计 没问题 李吉他对我是有指望的 可能是我爹的人 我分析是另一个原因 你没觉得他那天有点失态吗 什么原因 我惊动了 什么意思啊 日伪时期 李吉倒是有血债的 他不仅杀害了我们文部所的三个人 你也不仅杀害了 旁欣的丈夫也有可能是他冒坏的 真的 当然现在证据还不足 还不能胡说了 不过我估计我们的盘德没有错 李先生 李先生啊 我来看看你 刘主任公勿繁忙 怎么有闲时间到我这儿来消磨时光啊 你说的呀 我有指导之权 但是只能指导你 不能指导别人 所以我今天亲自来关怀你 指导你来了 听说昨天李县长为了赈灾事宜 跟赈灾会的白岩州委员彻夜长谈 煮酒论证 以至于宿醉不醒 所以我今天特意备了一些 醒酒的茶汤 给李县长解解身体上这各种不适 刘主任如此关怀 本人受宠若惊 小李啊 这我得说说你 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我们军人有句话 叫当兵不当副班长 站岗不站二五岗 你说你这 又当了副班长又站了二五岗 而且在这二五岗上 我那么拼命地喝酒 我一直以把身体喝成了这样 我作为龙泉的最高行政长官 也就是你的正班长 很实忠心 所以我今天要提醒你几句 小李 黄土都埋到脖子上的人了 跟我们年轻人拼什么 你能拼得过我们吗 一定要保住身体 一定要保住身体 刘主任 这醒酒汤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平时里多喝点醒酒茶汤 省着你浑浑噩噩四处乱窜 大虎 大虎 宋客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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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开个玩笑 怎么那么不识逗啊 走喽 回去到那个汉奸传组 咱看看还有没有新的证据 得给李县长排油解难啊 走着 改天请你喝酒 走 走 留住去 小火 带余先生出去 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不要让人来烦我 是 余先生 行 小火 不大 屁股 说 混蛋 没吩咐过吗 不知人家烦我 过瘾 太过瘾了 这行酒汤送 你说怎么没把那老东西气死 你还别说啊 真得谢谢那白杨忠 什么事这么开心哪 林大少爷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没打那老东西黑枪去啊 是想打来的 我跟你说 我做梦都梦见 那老家伙让你一枪给崩了 怎么着没这胆啊 不是 仇不报了 也不是 那为什么呀 早晚的事 早晚的事 刚才我 昨天晚上 喝多了难受 难免会有点脾气的 谁都这样 什么喝多了 谁跟你说的 百炎珠跟你说的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通通快快都说出来 憋着多带手 他的人 雷先生 说 鸿警察 是要配绿豆糕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贺龙锦茶 是要配绿豆糕的 以前不太平的时候 迫于无奈怎么着都行 现在日子太平了 就得有太平时候的讲究 您说呢 希望李先生 理解我的意思 保重 我是刚输给你一步骑 你就给我来了个连环马 想握我的草 没那么容易 他们让你去 他们非让我去 他们非让我去 他们让你去你就去 他们让我去我能不去吗 我不去他把我当自己人吗 林书长 你现在跟白晨州混在一起 我都以为你是他的人了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人 这我能忘呢 没忘就行 好 白晨州那边进展情况怎么样 他在调查李继道的事 李继道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有关没关现在还不好说 说不定有关 如果李继道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那谁都救不了他的狗命 你到上海能把那些煤炭卖出去吗 应该能卖出去些吧 我有这番卖的朋友 就看卖多卖少了 那你干吗不把这生意 接过来自己做啊 这中间一捣手 转个两三成没问题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了 咱有高人指点啊 怎么样 生意你来做 上下关系我来打点 挣了钱 咱们一人一半 林少爷 这全指望你了 不光我们指望你 龙圈所有的贼民可都指望你了 弹子有点重 我尽力吧 他还站着干什么 快上招呼扶你 来 来 慢走啊 上伤挖煤的事有多少人报名了 周主任把我们发动一下 已经有似乎外人了 我发动了一下 你是不是能跟李济到刘安国再说一下 看他们能不能先垫点钱 看他们能不能先垫点钱 这么多人上伤挖煤 总不能让他们每天喝一碗稀饭了 我这就先跑一趟 去问问他 总是让你跑一趟没面子 难为你了 我这面子难得值一回钱 留着也浪费了 我去了 西部剧院的蒋老板发电报过来 邀请我们回去 蒋老板 小姐 蒋老板让我们祝活 他是这个意思 蒋老板倒是个好人 去年还在我们这里做过客呢 这回好了 我还担心呢 回心就有焦落 这回有事干了 这样 余哥 你先跑一趟扛舟 行 我先过去看看 离开这个地方也好 要不然真要成仇了 这是 只是什么 是不是白先生 小孩子你懂什么 静下说 我 白先生到了 有请 白先生又来了 你是想我来多了 喂 喂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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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生 我正想谢谢你 谢我什么 你把那里脊到那老旺旺的 喝的呀 胡说八道的 我昨天好好地去把它扫了一顿 太过瘾了 你也就这点高兴事 小人得志 你可不是让你老妈 那当时 那样 今天不是跟你吹这事的 不过来 上个茶啊 我 我不喝茶 好 去去去吧 开门健身 好吧 别笑了好吗 我跟你说正事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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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眠已经上山挖煤了 这事你知道吧 挖煤是个体力活 不吃饱肚子肯定是不行 而眼下 这些人呢 一天只能吃一顿稀的 这怎么可以啊 你别总以为 挖煤炭的事跟你没关系 等把挖出的煤卖出去 等约给你解决了困境 是这个道理吧 不是 我跟你 我跟你讲这么半天 你表个态好 你就 没钱 真没钱 你看 茶都喝不上了 你没钱是吧 是啊 我替你想了个好办法 白先生什么好办法 那我 我进来的时候啊 看见你 你那辆小轿车不错 值几个钱 那要是拿到省城给卖了 怎么也能卖万八千块钱 白先生 你太不懂行情了 就那破车 卖不了几个钱 那你给我呀 我拿去卖了 卖不出这个价来 我把我自己卖了 车不能卖啊 我还得用呢 人都快饿死了 你还开那么好的车 你好意思吗 我怎么不好意思啊 是这么个道理 你想啊 我现在得私下忙公务 对不对 我怎么去 还有刘老总在省城 我得随叫随到 多眼督路程啊 你把我车卖了 我得坐架子吧 轿子谁台啊 老百姓台 对不对 你说 那么远的路 我让老百姓抬着我去 那我还叫真不好意思 就算你说得对 就是啊 好 那我再替你想一个办法 行行行 你别替我想办法了 我知道 你局部打的是我的主意 我怎么会打你 是我的主意 那你听我说嘛 好好好 别接 别接 你说 白先生请说 保安大队是你的人吧 我抢过来的 你是带着正规部队来的 你要保安大队干什么 干什么 就算要人手帮忙 要二三十个不够了啊 那省下的钱 哪去买粮食啊 怎么也能解决一点点问题吧 你这军政处 这七七八八的 好几十口人哪 要不了那么多人 你干什么呀 说什么的呀 白先生 这我得说说你了 你太不懂军务了 我正规军干什么的 我正规军是防范 新似军用的 现在灾年 到处都是灾民 灾民闹事 我得用保安大队去防范 对不对 保安大队捡了 灾民闹事了 我让谁顶去 你白行上去顶 不成吧 所以说 保安大队不但不能捡 还得扩招 你老百姓吃饱喝好了 那谁还愿意闹事呢 哪还有李季道呢 李季道你老王门大 老跟我闹事啊 我得防范着吗 白相 说起李季道来了 你这事你应该找李季道去啊 你想啊 你刚把李季道知道 他正怕你呢 这第二 这龙泉的时候你知道 财政都在李季道那管着呀 好 我不跟你磨嘴皮子 这样 你拿两千他拿三千 就这么定 我明天来取钱 白行说说说说 你看 有空来啊 没钱 这样 干嘛去 你不是说找李季道吗 这么多事 不坐在一起商量啊 行 找那老东西去 我跟你说这五千块钱 我确认老小子出了 不 我让他出一万 要不然我不解析 白人让 我这叫落井下石吗 不 锦上添花 你要是把看李季道笑话 这个热情放在正屋上 你早不是想他这样 锦上添花 我让他出一万块钱 我去 白先生 大驾光临 有识远迎哪 刘主任 你怎么又来了呀 是不是喝了自己的醒酒汤 来了精神 四处撒花啊 你个老东西啊 恢复得挺快 这老胡带人在你这儿绝地三尺 没几天呀 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呀 我这个花园早该松土了 苦于无前顾人手 我干着你老东西 行了 别再磨作批子了 既然咱们好不容易地坐在一起 那咱们就好好的商量一下 龙泉赈灾的事 行行行 白智你赶紧说 说好了我还有盛事 说 这不是盛事吗 行行行 正事 正事 你们知道 北门外的灾民啊 最多的时候一天死多少个 在其位谋其政 刘主任一定清楚 我当然清楚了 我刚接到报告 不叫死了七个吗 那是七个人 听你这口气好像是七个蚂蚁 我告诉你最多的时候一天死四五十个 白先生你怎么又冲着我来了 你说那些人又不是我弄死 这是 白先生 您有什么想法交代下来就是了 我们两个都是你的手下败将 您吩咐 不是我有什么吩咐 我现在是代表龙泉赈灾会 和你们龙泉的两位父母官 商量赈灾的事 错了 我们现在不是父母官 我们现在是龙泉百姓的公仆 是公仆吗 绝对公仆 现在是民国不是大清国 主人饿得满脸菜色 仆人倒活得水壁山精 有这个道理吗 我倒情愿你们是父母官 父母嘛 肯定会把最后一口饭留给自己的儿女 公仆 那就难说了 白先生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现在啊 旱情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极有可能持续到明年春夏以后 如果明年春天还不能正常地播种 那咱们龙泉就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沦为灾民 只靠木来的那几个钱买粮食开周长 已经远远不够 现在必须要拿出一个整体的计划 组织生产自救 我们镇灾会提出那两个方案 上山挖煤 修建饮水区域 必须要立即着手了 可是这两件事规模庞大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调度和协调 如果没有政府出面主持 只靠赈灾会一个民间机构 很难展开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政府能够商量 拿出一个计划来 否则就来不及了 还说 说计划 那上次你不是给我看了一堆图纸 那个那好计划啊 好计划 那只是方案 计划要你们拿 如何阻止 时间 细节 经费 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经费 对 经费 老同学 白上说了让你拿 那我 拿一万 至少出一万块钱经费 钱的问题应该在计划之后 我们要拿出计划 必须可 必须可 好了 好了 钱你们必须要出 必须出 还有更关键的 还有什么更关键的啊 你们要热情 你们要积极 你们要投入 既然你们是政府 就要像个政府 白先生 你知道 我这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我倒想像个政府 您说 白先生 白先生 你辛苦了 赈灾会的各位同仁辛苦 改日我一定亲自到赈灾会 表示感谢 不扯那个 说计划 两个计划 都是好计划 我完全同意 好 刘志 您呢 好办法 我同意啊 既然二位都同意 那就马上商量 拿出一个具体的计划来 这样 二位稍坐 我现在就找几人 去商量这件事 大虎 叫人 少陪着 老师 白先生 我现在也马上去召集我军政会的人 开会 计划 好好计划 肯定肯定也满意答复 你找我啊 什么事 我今天去找李先生了 不想知道我们俩说了什么 不想啊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欧阳 是个很讲究的人 胡说八道 我叫你来 是为了给你这纸条 看一下 山上有人说 孔先生病啊 李先生就让人来送这个 让我们过去 一起看看他 那挺好 因为修水渠的事 我正要请教孔先生 也好 孔先生 对龙泉的山山水水 比较了解 只是我怕 担心什么呀 别怕 有我在 他不干怎么样 来 师傅 你喝茶 来 师傅 你喝茶 大伙 最近花了多少钱 在省城花了三万多 回来给他们补发想钱 花了一万多 若说 这里外里 花了五万多了 连老本都贴进去了 连老本都贴进去了 可不是嘛 您说这以后要是选县长 还指不定得花多少钱呢 刘安国 刘安国最近在干什么呢 刘安国 老跑到保安大队 搞什么军政训练 军政训练 他怎么不见个黄埔军校 不是啊 叔 这保安大队现在 从大队长 中队长到小队长 全是他刘安国的人 这保安大队已经不听咱们的了 秋本就会抓枪杆子 叔 要不 您让我当警察局长得了 时机不到 以后再说 最近 白延州给我们谈判了 三千块钱哪 白延州 他们派咱们 他把自己当成龙前的太上皇了 他算个 叔 咱不听他的 咱不听他的不就得了呗 区区三千块钱 放不上跟他翻脸 人了 我得好好地筹划 不能像上次喝酒那样 让他再占大便宜 对了 叔 白延州上次问我去上海的事 你那边给遮掩过去了吧 那都是明面上的事 白延州 此人不出 后患无穷 你准备点东西 你准备点东西 我约了欧阳梅和白延州 我约了欧阳梅和白延州 要上山去看孔先生 要上山去看孔先生 你约了他们 你约了他们 这人短时间没办法 就跟他交朋友 记住这句话 秦盛长来信了 说要先选县议会 再由县议会选县长 我要保住县长的位置 到那个时候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白延州 就是第二个鹤鹏局 你还要不住 眼下呀 就让他吃点小小的骨头 只要阻止他 不让他查下去就行了 不要张扬 雨哥回来了 快坐 杭州怎么样 杭州人不多 光复以后好多人家都没回来 好多房子都空着 房租倒是不贵 蒋老板呢 他怎么样 他们倒是蛮好的 蒋老板说光复以后啊 他们倒是日渐兴旺了 就是手底下的巨社是抗战时期 临时凑合凑合起来的 面子底子都不行 撑不起场子 蒋老板都快急死了 是吗 蒋老板还说 小姐现在台上的功夫 已经是行云流水了 该回杭州了 你怎么办 蒋老板还说 要是小姐您和我们春月巨社 能赶紧回去 一切都按我们的意思办 我还没见过这么好说话的老板 太好了 我们可以回杭州了 你觉得李先生怎么想的 还是摸不透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听说杭州那边 有剧院的老板邀送你们回去 你消息给我淋的 你什么打算呢 回去呗 你是不是怕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心里没点 还是回去吧 你要是不走啊 我心里才乱的 我心里没点就怕了 你还是走吧 我会尽快赶到杭州来见你 真的 你保证 保证 那你要不来呢 除非我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孝顺 有点讲 好吃 你这个中国就穿她有 Brush嗎 是你健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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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了 打起来了 是啊 这警察局得帮我砸碎 不让咱们的人到码头收税 跟保安大队打了好几回了 我非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因为收税的事 保安大队和警察局 天天打架这样下去 恐怕会有麻烦呀 那你有什么办法 要不然我 私底下跟他们商量商量 把地盘分割一下 成吗 我试试 否则这样打来打去 他们也吃不消 行 那我去 回来 上次白云州拿那个计划 你看了吗 我看了 他跟我说这个计划 要由政府来主持 你怎么看 由政府主持这个事倒是对 但是谁是政府啊 我们呀 我们现在是龙泉最高权力机关 主任 我们是最高权力机关 可这个事我们怕是做不动啊 说得好 是 你说 做这事得费多大几年 我们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呢 我倒有个办法 干脆 我们告诉白云州 就说呢 这个事委托给李基道了